黑龙将挖出清朝不服女尸 棺中女子面目争鸣张着血盆大后 双腿蜷缩扭成诡异的姿势 双腿间还出现了一堆黑色的不明沾脸物 更害人的是棺材内壁上布满了密密麻麻指甲划痕 难道女子生前受到了什么非人的酷刑吗 还是在棺中突然复活的呢 想知道她是在怎么个情况下死的 当时是怎么个张大嘴这么痛苦 把腿还支起来 这个女尸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何尸身百年不服死状如此诡异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添加关注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扎龙村内 一直流传着由女鬼出没的传说 据村里老人回忆 这个传说已经代代相传了几百年 当时的村民一到晚上 就能听到从村头坟岗那传来的 女人犀利的惨叫或是断断续续的哀嚎 从那以后坟岗闹鬼的传闻就传开了 那里也就成了村里的禁地 一晃这么些年过去了 村子周边也进行了现代化建设 在1999年扎龙村里正在修路 为了道路抢修十几个工人去林子里刨土 挖着挖着就挖到了一块青砖 当时都在赶工谁也没在意 然而越挖越不对劲 被刨出来的青砖越来越多 最后更是挖出了一道有个大洞的青砖墙 村民们壮着胆子 从洞口往里面看去 手电筒一照眼前的一幕 吓得他们两腿发抖 那洞中分明是个棺材 红漆漆的颜色就像是刚下葬一样 一行人感觉事情不对劲 打着哆嗦赶紧给相关部门打电话 第二天一早 齐齐哈尔的考古队就来了 专家经过一番勘测 根据墓中的结构和棺谷的位置 初步推断这应该是个清朝的大墓 进入墓地后 最新墓地就是那局棺谷 不过遗憾的是之前的陪葬品 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 只留下零零散散的几枚铜钱 依稀能看出康熙通宝四个字 看来这个古墓已经至少有三百的历史了 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沉重的氛围 声音的来源是一名正在开关的考古队员 按理说他们已经身经百战了 咋可能被棺材里的东西吓得魂飞魄散了 于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也却瞅了一眼 然而就这一眼却让人头皮发麻 即使是专家也没见过如此恐怖怪异的尸体 其实这具棺材里的女士身体 保存得十分完好 但是她的面容却很猙獰 双目圆凳张着血盆大口 像是在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 两腿弯曲左右张开 双手却紧紧捧着腹部 而且双腿间还有一团黑乎乎的不明物质 棺材里面还有着清晰可见的 密密麻麻的指甲划痕 难不成这具女士在活着的时候 就被塞进棺材了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露出如此惊恐的表情了 专家经过一番检查后惊讶的发现 这个女士虽然已经下葬多年 但是尸体不仅没有腐烂 皮肤还有弹性关节也能弯曲活动 可是目中明显没有什么防腐的东西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在众人困惑不已之际 一件衣服上的花纹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经过仔细辩查是一块方形的补死 但是膝上的花纹却不简单 折让专家惊喜不已 黑龙将惊现三百年不服女士 她面目争獰四肢扭曲 双腿间还有一滩褐色残留物 关内更是布满了指甲的划痕 她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想知道她是在怎么个情况下死的 当时是怎么个张大嘴这么痛苦 把腿还支起来 看来女士的身份知名很快就能揭晓了 原来布子上面绣了一只威风凛凛的豹子 而在清朝这只有在三品五五官的官府上出现 可见这具女士生前是一位三品大官的妻子 能坐上这个位置 家事也自然不凡 不过专家在对女士进行检查时 发现她的年龄只有25岁 而且耳朵上还有三个耳洞 这就更坐实了她的身份尊贵 因为满族人有一耳三浅的规矩 凡是贵族女子出生就要打三个耳洞 既然女士是为身份尊贵的阔太太 为何会年纪轻轻就丢了小命 而且死状如此凄惨啊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专家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很谨慎 她对女士腿间的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很在意 在拿去化验后结果却让人不敢置信 那团不明物体竟然是完整剥落的胎盘 难道这就是女士的死亡原因吗 结合女士惊恐的表情和扭曲的姿态 众人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难不成这位女子被荡成陪葬了 怀着运就被活生生地塞进了棺材吗 为什么棺内只有一个胎盘呢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考古现场又发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线索 那是一个刻满了满人的墓碑 翻译过来就是告封墨尔根绝罗父 显然这名女士还是位告命夫人 而且墨尔根绝罗和清朝皇室爱新绝罗之间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网上数几代还是本家呢 除了墓碑之外 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那就是在墓室的不远处 还有一个墓室 这个棍果看起来比女士的要心 而且看起来更大应该是男墓主的 两个墓室的布局相似距离又近 明显能看出来这是夫妻和葬墓 那么之前提出的陪葬就站不住脚了 然而开馆之后的景象 却让专家难以置信 这局男士已经完全白骨化了 这也太奇怪了 在同样的墓室中男主人下葬的更晚 却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 而女主人的尸体却保存得好好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怪异的现象呢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专家把手托的线索 全部整理到一起 然后再查阅当地的文字记录 终于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 男女墓主都身份显赫 在成婚之后男墓主因为五官的身份 不得不和妻子分离镇守边疆 而女墓主身体较为孱弱 好不容易怀胎食欲临近生产 却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刚生完孩子的身体太过虚弱 就进入了假死的状态 古代的医疗技术水平有限 一般都是以脉搏和呼吸探生死 进入假死状态的女墓主 刚好这两者都没有 于是就被断定了死亡 她的家人可能是觉得不吉利 就匆匆忙忙把她给下葬了 下葬之后女墓主却在关内清醒了过来 黑乎乎的环境再加上狭窄的空间 这让女墓主惊恐不已 上面的盖子被钉得结结实实的 以她的力气根本推不开 于是女墓主开始呼喊求救 黑龙将挖出清朝不服女尸 其死状让专家都倒吸一口凉气 其嘴巴大张面目扭曲 弯曲的双腿间粘着一团黑疙瘩 棺材板上布满了指甲的划痕 似乎在生前经历了剧烈的挣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并且用指甲拼命地抓挠着棺材 扎龙村关于女鬼的传说 应该就是附近的人 听到了女墓主的呼救声 但当时谁也想不到 棺材里埋的是个活人 而随着女墓主的动作越来越大 拍盘也随之掉了出来 本来棺内的氧气就有限 女墓主的挣扎让氧气消耗得更快 不久就因为缺氧活活憋死了 也正是因为棺内没有氧气 无适合细菌微生物的大量繁殖 才使得女墓主的尸身得到里保存 而男墓主在得到这个噩耗时身在边关 等他回来女墓主已经下葬多时了 后来在男墓主死后二人合葬 时隔三百多年 女墓主的故事仍旧让人唏嘘不已 满观的痕迹都带着他极度的绝望和恐惧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